这里的警察没有枪市场发放弹弓和石头 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政府认为阿尔瓦拉多市警力不适任 收回大部分远警配枪 阿尔瓦拉多市长鱼市发放弹弓和石头给远警 已向止性行动抗议 英国卫报报道 墨西哥湾滨海城市阿尔瓦拉多警局内共130名警察 只有30人通过操作测验试任警察工作 该结果促使维拉克鲁斯州公共秘书市决定解除档的警察武力 阿尔瓦拉多市长罗萨斯 表示 多数警员都是新人 预定在州警察学院开始接受训练 墨西哥媒体拍下市场将唐公和多袋小石头交给该市警察 向指当地的抗议 罗萨斯表示 解除阿尔瓦拉多警察的武器是选举前的政治报复 墨西哥7月1日将举行国家和州政府的选举 罗萨斯在典礼中把唐公和石头交给警察时表示 这州政府措施只能解读为政治手段 而我们必须准备以专业态度工作 维拉克鲁斯州州州长尤尼斯 Miguel Angel Unselenares 属于对手阵营 他的儿子打三竞选接棒 尤尼斯告诉记者 该州安全主管单位会没收阿尔瓦拉多警察武器 是因为他们未通过检验 维拉克鲁斯州过去十年发生许多可怕事件 包括许多人被消失 发现数百具遗体的乱葬岗和至少20名记者遭谋杀 网络媒体报道 罗萨斯发放唐公和石头给警察的典礼场所 就在一个发现47颗头颅的乱葬岗附近 墨西哥警力整顿相当困难 分析师认为 政治人物宁愿把安全问题交给军队 而非投资在地方执法人员